以前我太太有時候 偶爾會念念我或等等 我發現了中午太陽臉者遇法以後 我發現了我太太就是 很多東西不但不會念我 而很多東西還會跟我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研究 我跟我太太結婚38年多了 我希望我們的婚姻生活 越來越甜蜜 溝通也能夠更好 然後我就做太陽臉者遇法 我發現以前我太太有時候 偶爾會念念我或等等 我發現做太陽臉者遇法以後 我發現了我太太就是 很多東西不但不會念我 而很多東西還會跟我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研究 那提到這一部分 就是我在跟孩子在溝通的時候 我希望自己太太能夠保持 不要有其他的雜音進來 我發現我知道太陽臉者遇法 我就發現我們家太太的雲音 就在我跟孩子在溝通的過程中 她都是保持一個微笑在點頭 我就覺得 我就實驗成功了 真好真棒 而且我覺得這樣 反而會讓我們夫妻感情變得更甜蜜 更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在做太陽臉者遇法 我就希望說 孩子工作上在事業上 有時候他們會抱怨一下子 就說為什麼他們在職場上 有人會碰到一些奇怪的人或是等等 那我也做太陽臉者遇法 希望說他們在職場上都能夠很順遇 那大概做了將近七八個月 目前為止我覺得都不錯 我覺得孩子這一方面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什麼 我覺得以前跟孩子在溝通的過程中 孩子都會認為說 爸爸你的主觀意識都很重 我們就好 你說了就算 可是當我在做太陽臉者遇法以後 我就發現不太一樣 我發現孩子很多東西反而會靜下來 跟我好好地在聊 再好好的溝通 這時候我形容著一種喜悅 就想說真的很棒 所以我覺得說 在做太陽臉者遇法 真的是對我整個人或是家庭等等 真的是幫助非常大 那另外大家都可以來做一個實驗 真的是每個人都在這一部分都可以獲益 所以一定要實質以後去做 這樣才能達到實質的效果 具體的估計 하겠습니다 多ieri 我們再這樣看 再相信 鍾芦 你們 很多時候 來講